今天要向各位宣布 我将郑重的邀请赖佩霞女士 担任我竞选的搭档 一起投入2024年的政务总统选举 很多人认识赖佩霞 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印象 年纪稍长的可能是那位唱歌优美动听 与诸葛亮同台巡回演出的赖佩霞 年纪再稍微小一点的朋友 赖佩霞可能是那位推广身心灵运动 宣扬肺暴力沟通的精神导师 年纪更轻一点的朋友 赖佩霞可能是影集人选之人照浪哲理 饰演总统候选人的 与并当选总统的林月珍 居有多种面貌的赖佩霞 实则都是同一个赖佩霞 在我眼中 赖佩霞是女性运动的提倡者 与推动者 赖佩霞是追求和平的 身心灵的工作者 他眼里的和平 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 也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 更注重每个人如何追求 内在的身心平和 他运用沟通技巧 协助过许多家庭 企业团队 消弭彼此的冲突 打造出健康和谐的关系 赖佩霞女士 更有丰富的学经历 对于政治领域 毫不陌生 他是济南大学法学博士 这几年来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 甘乃迪政府学院 研究政治与政治人物 他的老师 是美国前总统 欧巴马 团队的核心幕僚 他的同学 都是世界各国的重要幕僚 我曾说过 我的竞选 搭档人 一定会 能力比我强 爱心比我强 对全民共事的凝聚力比我强 赖佩霞女士 便是这一位 万中选一的最佳人选 是我选择竞选搭档时的唯一人选 我将依赖 赖佩霞女士的女性视角 为台湾打造更公平 更对等的两性文化 对 深心灵研究的专业能力 我将借助赖佩霞女士 为台湾打造出 充满 爱与 慈悲的 平和社会 我将借由赖佩霞女士的沟通技巧 凝聚 台湾社会的 集体共识 让台湾 不再充满着内耗与冲突 而是走向团结 因此而更加茁壮 我认为 这次总统大选是 台湾的关键转折点 对台湾未来的发展 至关重要 我郭丹明 一位具有近五十年 产业经验的企业家 搭配赖佩霞女士 一位优秀 且千方位的作家 与心灵导师 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 我们深知民间需求 我们渴望 为民服务 我们将组成最强组合 将台湾打造出 耳目一新的新气象 2024 我们一定赢 台湾加油 中华民国万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各位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 赖佩霞女士入场 好 请两位 先看向中间的摄影机 中间的摄影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看向中间的摄影机 好 左手边的摄影区 请看向左手边的摄影区 好 这边有一台摄影 记得大哥 好 谢谢 可以了吗 好 最后我们再看向 右手边的摄影区 右手边的摄影区 好 非常谢谢各位的热情 谢谢各位